一星期一本书 爱你的男人绝不会给你这几样东西 我见过很多男人在外面受气了回家对老婆乱发脾气 吵架了给老婆实施冷暴力 老婆的伤心难过看不到 只顾着发泄自己的情绪 他们面对外人的时候和颜悦色 对老婆却没有好脸色 明明老婆才是最亲近的人 却把最坏的情绪给老婆 爱你的男人必定是宠着你 懂得隐忍 不对你发火 懂得谦让 不会冷落你 二 爱你的男人不会给你假承诺 不爱你的男人只会花言巧语 却不会兑现承诺 不爱你的男人嘴里信誓旦旦 老婆我一定要带你去拿拿旅游 老婆等我赚钱了给你买这买那 后来男人说出来的承诺没几句兑现 因为工作忙 旅游的事情一拖再拖 他说要给你买的东西 你深信不疑 他却忘了 网上有句话 如果一个人说喜欢你 请等到他对你百般照顾时 再相信 如果他答应带你去的地方 等他订好机票再开心 如果他说要娶你 等他买好钻戒跪在你面前 再感动 感情不是说说而已 爱你的男人不会给你假承诺 说出的承诺一定会兑现 三 爱你的男人不会给你差生活 女人嫁给男人原本是为了幸福的家庭生活 而嫁给一个不爱你的人 很容易拉低原本的生活质量 给你好生活的男人不一定爱你 不愿意给你好生活的男人 一定不爱你 爱你的男人一定是一个 为了能给你好生活不断奋斗的人 不爱你的男人不思进取得过且过 不为你们的将来考虑 整天约朋友玩游戏 喝酒唱歌 而爱你的男人不会沉迷于玩乐 会为了给你更好的生活 不断努力进取 爱你的男人一定不会给你差生活 会时刻为你着想 幸福着你的幸福 悲伤着你的悲伤 他怕你伤心难过 不对你发火 他会给你信任 不对你撒谎 为了给你更好的生活 他会努力奋斗 四 爱你的男人不会给你冷暴力 法国作家玛丽·弗朗斯·伊里格阳 在冷暴力书中 将冷暴力称为 隐而不现 却真实存在的暴力 冷暴力伤人不见血 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精神虐待 而家庭冷暴力会让夫妻感情消失 让婚姻走向万劫不复之地 有人说 越是在乎你的人伤你越深 因为你太在乎 才给了他伤害你的机会 你是丈夫为一生的伴侣 爱他敬他 他却对你使用冷暴力 你的心声他听不到 你的失落他看不到 你的要求他不理不睬 你发脾气 他觉得你无理取闹 不爱你的男人 才会给你冷暴力 让你受尽精神虐待 疲惫不已 爱你的男人 眼里心里都是你 他倾听你的心声 会尊重你的意愿 绝对不会对你使用冷暴力 五 爱你的男人 不会给你不忠诚 梁将回忆他与钱钟书的婚姻 不禁甜蜜地说道 我已记不得 哪位英雄传记作家 写他的美满婚姻 很实际 很低调 他写道 我见到他之前 从未想到结婚 我娶了他十几年 从未后悔娶她 也从未想过 要娶别的女人 我把这段话 读给钟书听 他说 我和他一样 我说 我也一样 忠诚是婚姻关系的 最基本底线 婚姻的忠诚度 决定了婚姻的幸福度 只有对爱人 始终如一的人 才会有完满的婚姻 真正爱你的男人 会忠于你 绝对不会 张花惹草 会一心一意 对你好 珍惜眼前人 用尽心力 来经营好 你们的婚姻 表达爱的方式 有千千万万种 但真正爱你的人 一定会让你感到幸福 余生 愿你嫁给一个 爱你的男人